这里是UAS UAS是一个批发市场的名字 如果说你们不知道怎么走的话 是可以搜得出来的 这个批发市场男装女装都有 一到四楼是女装 而且它每层楼的面积并不大 一下子就逛完了 五到八楼是男装 男装它主要是做那种品牌加盟的 零售是比较少 有很多档口都是不零售的 而且有很多档口是怕你去偷摆 都用一个布给盖住 这种衣服现在这样子看的话 感觉不怎么样 但是它的价格真的是超级贵 而且有很多亲们的话 还是特别喜欢这种款式 这个批发市场前几年 是很多那种韩国人来这边开店的 而且小妹有很多都是韩国人 但是自从应该是从 二零年开始吧 那个时候开始就韩国人 都是主要是以那种十三行过来这边开档的为主 炒货现在这边也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那种小档口的 炒货的档口它主要是以零售为主 那个价格相对零售来说是非常词汇的 但是如果你们拿货的话 拿回去就没有什么优势 这边是有真正的韩国元丹 它们那些衣服是直接从韩国直游过来的 这边是有的 但是有些它所谓的韩国元丹也是广州生产的 只是挂牌它是韩国的 这种燕麦色的这种风衣其实是很挑人的 高龄的这种打底衫现在还是非常火爆的 去年特别流行 今年也还是可以流行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深细的这类型衣服看起来还不错 面料也是很舒服的那种 但是这类型的衣服它的推广率是非常高的 其实现在这个季节还是比较尴尬的时候 秋装很多地方现在还是在短袖 还没有穿秋装 但是有些地方就比如说北方的就有点冷了 秋装也是穿不上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都是属于乱卖 现在也不会像以前一样 一个款能卖好几年了 现在爆款的周期越来越短了 都是要不断的上新 不断的更新新款才可能拉得动 秋装批发市场这边基本没有什么可清的 因为他们本身做的也少 大部分都是先收钱再做货 US这边的拿货是非常贵 很多人可能会说 这个拿货价比我零售价还贵 回去怎么卖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因为你的人群没有对 像这些衣服它既然能够按照这个价格给批出去 说明它这个是符合行情的 前面这个档口它在13号那边也是有档口 不过它的外套都是那种含百分之百羊毛的比较多 就是 感谢观看